又见面了 我好像没有有情高生 一个优秀的VP 是要欺而不舍的 我本来给你打电话 就想说这事 是苏副总 苏国兰 也是我女朋友 你好 我是余昊在宾大使的校友 高盛投资VP 沈志玲 你好 苏可兰 我现在负责公司的上市准备工作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合作方案的话 我们也不排除和高盛合作了 这是我为大家准备的一点小礼物 大白黄鱼的鱼籽酱 一年的鱼货量可不足一百位和 就这玩意儿 可贵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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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拿着拿着 它有多美味呀 可贵可贵 可贵可贵 珍贵的人 值得珍贵的礼物 苏总 尝尝看 可贵 确实不错 分下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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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吃芒果我过敏吗 对啊 我差点忘记了 还好你记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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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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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行得中 又变吧 苏总也在啊 刚才总没出来呢 这样的话也不用麻烦再出门 可以直接在楼上聊啊 怎么说 这要是我们的私人空间 除了我们独处 不做任何其他用途 不是谈工作吗 尽快吧 我这个人不喜欢浪费时间 尤其是在我下班以后 这是我们的上市提案 苏总 你在做上市的准备工作 相信 一定会客观理性地决定 不用看 你怎么 你怎么 你想让你的女朋友参与公司管理 却又不放心由她来做义务判断吗 无论是作为我的女朋友 还是作为公司高管 我的有义务 在她感觉到为难的时候 然后帮她做决定 你一项公司分明 你一项公司分明 分手吗 连生意都谈不了了 是 既然分手了 无论是工作还是私下 我都不希望有任何接触 所以高盛 根本就不在我选择的合作商范围内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如果没别的事 我们要回去休息了 走了 回家 余昊 好 如果你真的对我们的过去毫不在意了 又为什么担心和我公司呢 不是担心 是不想 我不希望跟你任何错觉 也不希望给我女朋友一丝不安 给你准备了礼物 礼物 在门口 什么礼物啊 这么神秘 你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哪有礼物 你干吗 你把密码改了 猜出新密码 你就会拿到礼物 幼稚 既不是你的生日 也不是我的生日 那你给点提示啊 给点提示啊 你可以问问题 是纪念日吗 是 已经出所蓝色了 你说的纪念日 是纪念日 我说了你表白的那天啊 那天 确实还挺重要的 不止一个纪念日 友情提示一下 是 两个纪念日的组合 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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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人把那个日子也定成纪念日的 为什么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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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也记得挺清楚的吗 嗯 嗯 那 我的礼物呢 礼物 啊 啊 好